好 第一次来哲舞的举手好不好 第一次来 其实还是每次都会有第一次的 然后有第一次来好伴的举个手好不好 第一次来哲舞也是第一次来好伴 那以前没有听过哲学星期五的 就是来今天的台中哲舞之前 都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哲学星期五的举个手好不好 好多哦 因为看来很多人都有参加过 哲学星期五的话其实他就顾名就是在礼拜五的晚上 礼拜五的晚上然后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 在很多个地方会有很多的人 针对每一个礼拜不同的议题 坐在一个空间里面一起来讨论 然后用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角度来看 这个议题我们要怎么样来发想 不只在台中在台北 十二五一开始是在从台北开始来发起的 那当初的话他们在2010年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群人在十大夜市的路边 拿着大声工一起在路边聊天 一开始多少的你们都知道吗 大概只有十个人左右 十个人左右就开始做起了这件看起来有点傻的事情 那经过这么多年下来 现在其实最稳定的就是每个礼拜 几乎都有的就是台北跟台中的哲学星球 每个礼拜的晚上的七点 台北是七点半 就是会在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大家坐下来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哲午的起源是什么 其实要回溯的话 大概是在1930年代的时候的法国 有一个哲学家叫做马赛尔 然后他在礼拜五的时候 就在他们家找了一群朋友 一起来聊天 那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待在他们家聊天 然后哲学家的朋友 可能也是一些蛮奇怪的人 那大家一起来聊聊聊的时候 就变成说每个礼拜五 他们变成一个风气 很多人开始去聊 不管是什么样的议题 那当我们回到台中 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台中的哲午有别于其他 不管是台北也好 高雄 台南 甚至是花莲 东华 或者是一些大学的 所办的哲学星期五 他也一样 如果说大家都有在 关注哲学星期五的话 不管是他在哪个地方 可能会发现台中的哲午 去谈了蛮多的在地的议题 他可能在我们也有时候去谈 我们也谈过台中的所谓的 大阿玛祖神像 那个在海边的地 然后像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 迷失的小熊 这个字好像有点尴尬 迷失的小熊以外 虽然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航空城 可是我们也希望说 他可以到台中来 那也许待会也会提到说 台中的问题 就是有关于所谓的土地正义的问题 台中的土地正义的问题 在哪里 那哲午他就是一个这么有趣的地方 他的议题非常的广泛 他可以从在地的 讲到世界的 或是讲到全台湾的 不管 他可以从最 他可以从最 个案的最单一的地方的议题 也可以谈到非常多元 非常 普世的一些价值 我们都可以来谈 因为哲午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空间 那既然他是一个多元又开放的空间 那我们就希望说 他绝对不是讲者说了算 绝对不是讲者说了算 哲午的一个很大的精神是在于 以群众为主体 而且不要引经据典 就我们希望说 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最白话的方式 然后将甚至把一些自己懂的专业名词 去转换成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用语 来跟大家做沟通 那为什么哲午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 我们希望说他很多知识性的东西 他可以是非常的 简易让人家去理解甚至流通的 所以哲午他在 我今天有那个箱子还是在 就是哲午他其实是一套的一群志工 在每一个礼拜的周间 然后大家必用自己的下课时间 或者是工作之余 然后去把每个礼拜的工作完成 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人在拍这个 这只熊嘛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们的志工 每个礼拜 因为他是一个平面设计师 所以他就 我们到我们的文案出来的时候 来看看文案 他每个礼拜都会去设计出一个这个 海报出来 所以 既然都是志工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没有知心嘛 我们就是没有薪水 然后一群怪怪的人 每个礼拜都会做这件事情 那个怪怪的人举个手好不好 都在后面 你看他们都怪怪的 那个戴帽子也是 你不要假装自己不是怪怪的人 走 那因为既然哲午他就是一个 替我们的讲者来 我们也都没有支付给讲者费用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因为有些讲者是要从台北啊 从高雄 就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 远道而来 我们希望可以去补助一些 他一些交通费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准备这个 易住箱 那如果说大家有余力的话 余力是在中区的一间餐厅 烂等 就是大家如果有零钱啊 或者是觉得 你有一千块今天带车来 不想要带回家 可是你已经发现 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太晚了 也不知道去哪里花 你可以把它投在这个里面 我们会非常的开心 不要让哲午不开心 那我们会非常的开心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继续的在台中这个地方 然后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很稳定的 再继续的做下去 那哲午已经快要做一年了 到明年的一月初 就已经满一年了 那希望说可以在台中 让更多人来理解 不只是 不管是台中的在地 或者是台湾现在正在发生 什么样的议题 因为像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就是陶远的航空城 那陶远的航空城 那陶远的航空城 跟这只熊有什么关系 那这只熊 或者是说 所谓的陶远航空城 跟台中有什么关系 也许可以从今天的 讲者的讨论当中 我们就可以听到 有没有大家想要 有疑问的地方 好 那这五 就要来开始 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 我们都会自我介绍 因为我们刚刚说就是 以群众为主体嘛 所以以群众为主体的时候 绝对不是自我介绍就好了 你不只是自我介绍以外 你还可以谈谈说 你为什么今天想要来 不然是你对哲武的想法 或者是今天对这个 所谓的迷失小熊的想法 是这一只哦 不要再跳针了 我们可以讲讲说 所谓的陶远航空城 这些苦地苦易的问题 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 虽然好像可以讲很多 可是每一个人只有十秒钟 只有十秒钟 那如果说待会 你们看起来好像是 宗教大了对不对 我乱讲了 因为我不知道 看起来像是 宗教大的台语系的 对不对 宗教大台语系的 我们这里有个规定 就是要讲台语 没有啦 加下你们啦 好 那我们开始自我介绍 就从你开始了 喂 大家好 我是李玲 然后我 目前在这场中 然后 回来台中哲悟 因为我以前是台中哲悟的志工 然后现在又回来了 过圣诞节 所以非常的开心 大家好 我是韦珍 然后我也是前台中哲悟志工 现在还是 好 现在也是 然后 然后就是我想 就是之前 也在台北哲悟 然后也有评过这个 就好像口诚意识 然后 然后就是现在 我会想要就是 嗯 知道选前跟选后 会不会 就是会有什么 嗯 操评吗 还有就是行动 就是行动 我们的背影哪个 比较好看吗 哈哈 不要调 保安是你讲的喔 大家好 我是张祖芬 然后 呃 呃 我本身也是桃園人 然后我阿嬷家就在桃園 跟桃園 跟桃園 去 所以今天很想要 还是这种事情 是台中教育大学 在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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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是在竹竹 在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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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是 台中教育大学的 史书记 那个 因为我是桃園人 然后 对 就想要关心这件事 这样 因为 他在桃園 对 大家好 我也是台中教育大学 台语系 然后我叫沃妮 然后我也是桃園人 所以想要看 就是听听看这个译题 真的 大家好 我也是台中教育大学 台语系的 桃園人 我也是桃園人 太好 来到你 大家好 我也是台语系的 姜志杰 我不是桃園人 哈哈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 因为被同学找来了 被桃園拖着一起来 那你是哪里人 苗栗人 苗栗人 哦 哦 大家好 是台语系的 魏仪山 然后我也是 好 桃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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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 好不好 大家好 我也是 台语系的 姨志杰 我是吉隆 然后 我也有好像看过 类似的 紀錄片 所以想要来一个事情 等一下 麥克風 我还他一下 我没想要知道是什么 什么紀錄片 是 有关于 怎么说 桃園 桃園 桃園航空城的紀錄片 你在哪边 看到有吗 我不知道 好了 那我哪里还是有 是 是 专款 对 我们的早期是早期是 然后我也是台语系 我是一样 然后 就 作为那种 土地 土地人生那些 就是想要做 对 对 大家 我是 武器的 全文型 因为 工作的时候 地理课 有 你要一直做下 那 语系的到底有多少 你举个手 好吗 这是 这是 你们是老师叫你们来的吗 绝对是 还是你们已经 热爱 热爱 你们现在是自动自发就对了 绝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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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差别 好 大家好 我叫陈玉璇 然后我是 陈玉璇 陈玉璇 来学习生 我叫刘敬辉 我是 道律 然后来交换 学生 然后 来学习一下 台湾知识 台湾的什么事情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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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你是哪里的 我 我已经来过去 对 然后 我是好朋友 我就就去那里 大家好 我叫陈家慧 我是绝对人 然后我今天是跟佳琪缘 在这边讨论自己 人的是不小心来的就对了 对 而且我刚才迷入了 还好没有密集 所以你们不是要来植物 你们是要来好办 大家好,我也是韓國大學台語系的陳平萬,開動了 你們台語系也沒有講台語了 你是最後一個,你可能要代表一下 那後面還有對不對 那後面可能要有人代表講台語 你可以講嗎?我們沒有規定 你要講英文也可以 對啦,我拍到齁 那是柯宇嗎? 沒有是柯宇 然後我不會 那你為什麼會來? 因為... 因為小胸很可愛 那我應該是... 那我應該是... 黑卡不錯 好難講 黑卡不錯 黑卡不錯 黑卡不錯的祭冠五家衣 對,五家衣 大家好,我是祭冠五家衣 大家好,我是艾莉 然後... 因為小胸在組裝的時候我在現場 所以... 我也想幫我看一下 好,謝謝 謝謝 艾莉 大家好,我是須玉光 我是須玉光 謝謝 好 大家好,我是佳英文 就是... 今天就是過來了解 航空神 然後是最後一個紀念 然後也可以討論一下 就是... 請問彼此小胸在台中說什麼 大家好,我是... 那個... 陳小貞律師 其實今天應該算是... 我看的話 請這個... 請這個... 這個... 小胸的導演 以及... 這個自救會的成員 來台中分享 因為我們要迎接的是... 小胸能夠來到台中 那... 目前也正... 積極的在找台中一些... 反覆遷的場地 那... 如果各位志工 大家有... 有... 好的... 地點也希望你多提供給我們 那... 第二個部分就是 接下來... 來到台中之後呢 我們會需要很多的... 那個... 志工... 以及導覽 所以也希望... 今天來的人能夠... 接下來 follow 我們的這個... 相關訊息 能夠... 來迎接... 小胸來台中 謝謝 我們... 我們一定要特別介紹一下柯律師 因為... 柯律師其實在台中他幫忙... 就是非常... 接了非常多的公益的案件 雖然說大家可能都認識那個... 胖胖的... 丸子三兄弟 跟... 什麼胖胖的 不是... 不是柯律師胖胖的 我們說的是那個... 有沒有那個... 所謂的法律界的F4對不對 可是扣掉一個之後變成丸子三兄弟 雖然可能大家很多人都認識他們 可是其實... 柯律師在台中接了... 就是幫忙很多一些公民團體 還有一些NGO的社會運動的人士 去打了非常多的公益訴訟 尤其是有關於... 不管是很多的環境環保的議題 然後在土地的議題 因為台灣... 台中其實大家知道說... 有很多的... 無謂的發展啦... 在一些開發式的非常... 呃...怎麼講... 產品式的開發 不管是在現在我們在講的這些... 或者是說... 呃... 剛剛... 可能大家都有了解到... 我們剛好提到一個... 大安馬祖園區的... 這個問題... 或者是... 所謂的神鋼伏駿... 甚至是石鋼的那個... 反稅... 其實柯律師在台中的環保議題上面... 他著力非常的多... 那種... 是不是大家可以給他一個掌聲... 因為他今天... 非常... 非常的感謝柯律師... 大家好... 我是楊中林... 然後... 我是哲學興起舞的這個... 策劃人... 台中的... 然後... 呃...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 有關於這個... 航空城的議題... 那其實這個... 有關於土地爭議的問題... 不只是... 呃... 桃園... 包含在整個台灣都一直在蔓延... 包含在台中也是... 所以其實我們... 呃... 哲午... 有關於土地爭議的問題... 其實我們討論過好幾場... 然後都針對不同的... 地方... 或不同的... 呃... 議題... 那... 我希望說... 透過我們像哲午這樣的一個... 呃... 公共的一些... 討論的活動... 然後可以讓更多的... 尤其像我們在場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那我們... 可以有很多的機會來到這個場... 場所裡面來討論這些議題... 那當然大家不要這麼嚴肅... 因為我們哲午其實討論的議題... 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多樣... 那其實我們從今年1月開始到現在... 呃... 已經爭了一年... 今天是2014年的最後一場哲午的嘛... 齁... 那... 呃... 大家不要擔心我們2015還會繼續有哲午在台中... 呃... 只要我在哲午就... 呃... 呃... 真的有越來越多人來關注這些... 應該要被關注到的公共的議題... 對... 然後我今天開始... 呃... 我的同學... 寶瑄喔... 在英國的這個... 這個... SX的同學或的同學... 今天在台中首次的可以在這裡reunion這樣... 好... 謝謝... 好... 大家好... 對... 我是徐文東... 對... 我也是台中哲午的志工... 欸... 大家好... 我叫康修徽... 欸... 我不是台中哲... 我不是台中哲... 台中哲... 我不是到台下台中哲... 欸... 我是台灣農產頓層的生館... 啊... 台灣農產頓層一直都... 儘管是... 台灣土地的這個領袖的問題... 農地的消息的這個問題... 然後就是... 農和農產發展的這些... 這些事情... 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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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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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那一直都... 儘管是... 一直也很想說... 要去到... 去做一個了解... 啊... 不過就是... 之前之前就是... 康修徽... 所以... 一直都沒機會... 今天很換氣... 這隻小雄... 來到台中啊...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宜辰... 那... 呃... 如果說... 大家還沒有幫我們留... 簽名... 然後... 留email的話... 去幫我們寫一下... 然後我們每個... 每週會寄那個活動... 通知給各位...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凱瑄... 我是哲武的新志工... 那... 對於... 居住權... 我認為... 就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它也是人權的一部分... 那... 我認為只要牽扯到人權... 你就不能用... 你就不能用多數捲... 來... 傷害... 就是... 少數人的權益... 你就不能利用說... 不能利用發展... 然後這樣的名義... 就是... 就是... 犧牲了少數人的權益... 因為它也是人權的一部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第一... 中... 對... 中調大的利益集... 然後因為... 上次有來聽過一次... 然後... 這次再來一次...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唐家好... 對啊... 台中人... 我覺得這藝術... 很好取受... 沒有來聽... 為什麼會有去... 我覺得它... 有...取得蠻好聽的... 取得蠻好聽的... 哈哈... 好... 所以一些文案很重要... 欸... 不要緊張... 就是我們現在在自我介紹... 你是... 進來... 你知道我們現在在幹嘛嗎... 好... 好好... 麥克風... 麥克風... 哈哈... 你看... 地盤... 對... 從旁邊那個... 紫色衣服的女生... 對... 我還是... 中高台台... 是... 還是... 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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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今天... 三爪... 十二... 因為... 高級的... 處理跟所有人... 那... 最近... 以前... 以前... 幾秒... 成功一下... 因為四三萬... 然後... 好像... 嗯... 有一些... 縣市... 發展的... 管內... 就是... 可以嗎... 看... 參加什麼... 好... 謝謝... 我... 台中人... 我叫林家好... 好... 我不是客人... 我想說... 這是我第一次來參加... 我想說... 嗯... 親自... 來聽聽看我們那個... 製救會的... 當事人... 就是說... 聽他們看看... 他們怎麼分享... 還有就是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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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創作... 台台... 他這個... 然後... 然後... 我是比較期... 期待說... 我們這個... 在台中這個場地講... 就看能不能說... 跟現... 現場的這些... 嗯... 聽眾嘛... 有一些... 互動... 就是... 跟我們在地的議題... 都會有些連結... 你知道... 嗯... 謝謝... 大家好... 我是BanBan... 我... 我... 我已經來... 滿多次了... 對... 然後... 再一次... 這有介紹... 這我第一次來... 應該是剛好... 學運的時候... 然後... 從那的時候... 才... 知道說... 欸... 我們台中有這個... 這個病房... 然後... 會討論很多的... 一些... 公共議題... 還有... 一些... 在我們生活上... 會發生的一些... 呃... 很多... 跟我們什麼... 相關的一些事物... 然後... 嗯... 其實我沒有每個禮拜來... 但是我大概就是... 如果有空的話... 然後... 我就會來... 這邊關注一下... 然後... 也是... 讓我們腦袋... 都可以... 再重新活外一下... 然後... 多了解說... 我們生活上... 會發生一些事情... 因為有時候... 其實... 我們沒有再... 去關注它的話... 其實... 我們不夠去了解它... 只是它... 確實在影響... 呃... 在影響我們... 就是我們周遭的人生活... 呃... 土地的這一... 這一些事情... 這樣子... OK... 謝謝大家... 嗨...大家好... 我是Amber... 呃... 我是台中人... 不過... 因為桃園... 算是我的第一個家... 所以覺得... 想要多了解一下這個... 嗯... 大家好... 我是Kina... 呃... 就是... 每個禮拜五都會... 來... 所以... 其實已經... 沒有錯... 但是... 看了一個... 上面經驗組別什麼... 就直接來... 來... 然後... 然後... 所以... 就... 下禮拜... 就要來了... 大家好... 我是阿姨啊... 我對這次... 都平... 一點... 一點... 都不怎麼... 不怎麼走... 所以... 每次都未看新推... 所以我今天想要看了... 阿姨啊... 大家好... 其實老天好... 就是這樣... 對... 老鏡頭... 又有點... 很近喔... 對不對... 你今天叫我... 就是... 對啊... 其實之前剛好有看到公司... 我們... 好... 我覺得... 算是有旅行... 然後今天來... 就直接... 這樣... 大家好... 我是林浩文... 我是台中仙岡人... 然後... 剛剛... 對... 然後... 因為... 仙岡福利的事情... 還有... 有某種... 附上的... 一個... 關聯性... 共同點... 所以我講說... 對這次事情... 再多一點了解... 畢竟... 就是... 自己的家鄉... 然後... 台灣就是... 小小的地方... 就是... 嗯... 然後... 在某一樣... 發生的事情... 常常還會... 嗯... 在其他地方... 有個... 陸續的發生... 所以... 我覺得... 這些事情... 大家... 都... 嗯... 關心跟... 了解... 對... 大家知道神岡福俊嗎? 在場人知道神岡福俊嗎? 好... 回去自己收緊...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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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要自我介紹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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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表演一下... 嗯... 大家好... 我是佳元... 然後... 有... 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電導會議... 然後... 就是... 這個空間是一個共同工作的空間... 那... 就是提供一些... 可能個人工作者或創業家... 他們有一個辦公的空間... 那... 同時... 就是你看... 你們大家現在看到的... 這... 非常繽紛的... 嗯... 發生氣本... 其實是... 我們跟... 另外一個社會社叫做... 緬樂樂士... 所以他們是在... 伊伯爾朗利... 培立港臉部... 讓他有一份... 清水... 然後... 有份... 然後... 做部位森林... 所以... 呃... 你... 上面看到料嗎? 你是在飛的這些... 都是... 伊伯爾朗利傳統... 然後... 然後... 牆上是他們的一些... 射影座... 大家有發現他的... 布位森林... 有... 對... 然後... 正月牆是... 呃... 就是... 象徵願景的印象... 然後... 他們同時... 做布位森林... 一方面是強調... 呃... 環保... 就是對於... 土地有山... 因為女生的... 拋棄式的衛生棉... 其實... 每個女人... 每個女人... 一生米... 就在你旁邊... 然後... 所以... 他們需要用... 比較環保的材質... 去代表這種... 做好消... 好被地球小王的... 呃... 實用... 實化的那個... 場景... 那這個商品... 其實是... 呃... 歡迎大家可以去寫下... 對於月經的感受... 就男生女生都可以寫... 對... 然後... 如果大家想... 進一步了解... 就是有關於... 女人的月經這個議題... 或是... 這個... 下一個禮拜一... 29號... 晚上... 四年到九點... 有一個... 經紀片的幫忙... 叫做... 我的月亮好朋友... 他是一個... 斯洛伐克導演的... 一部演的官員... 跟他的... 就是月經的故事... 就歡迎大家... 可以... 像老闆的... 直接去看... 然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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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不囉嗦... 我們就... 趕快... 來... 自我介紹都完了嘛... 好... 那我們就趕快來... 今天晚上的... 正前興趣... 好... 開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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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梁老帥... 我是代表... 這個禮拜五的志願... 我不是... 台語的... 這個... 跟... 對... 跟誰啦... 我沒有... 看來是... 我們... 我們都... 跟... 成功... 成功的... 一些... 朋友做得去... 好啊...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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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 是... 他們那些大的地方... 那些大的利益... 我就說... 那個利益... 那個利益... 我看... 是全台灣... 有... 有什麼... 台語說... 聽到嗎... 就是... 就... 要唱的都... 都... 差不多都... 都... 這是... 看... 看... 一天... 那些... 他... 他... 其實... 我... 他... 其實... 我... 看得很辛苦... 好啊... 我... 你... 你... 我... 感謝... 蹭是什麼... 大家有吃過雞腿嗎... 就是吃雞腿... 吃到沒有肉的時候... 你還硬要把那些肉... 啃乾淨那個... 叫做蹭... 現在全台灣幾乎都在蹭... 就是不管是這些... 所謂的政客業... 或者是這些財團也好... 就大家聯合起來... 在蹭... 蹭就是... 已經... 他已經沒有肉了... 很多地方已經沒有肉了... 可是他想辦法... 還要把那個... 就是要吃乾麻雞嘛... 對不對... 好... 那... 我想... 我相信又不只是航空城啦... 是... 甚至在台中... 剛剛提到的... 有彰化... 剛剛有人說是彰化人... 我是南東人... 我覺得... 像我們... 前幾個禮拜... 上個禮拜談的... 中興新村的... 科學園區... 好像也是... 就像是... 像這個樣子一樣... 大家都... 都... 都... 我們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從這個... 全台灣最大的... 土地不一的航空城... 讓更多人來知道說... 更多人來反省... 現在台灣的... 土地不一的問題... 那我們就... 直接把麥克風交給我們... 建議主持人... 那就開始建議...